第二題 太太高中規定學科學起成績計算的方式如下 兩次期中考試成績各佔20% 期末考試成績佔30% 學科兩次期中考試成績分別為76 81分 期末考試成績為78分 請問老師給他的平常成績至少要幾分 才能使他學起成績達到80分以上 題目也是我們在座標平面上就來列一個表格 把這些資料我們把它放在表格再來計算 首先我們來看他的項目分別 第一次期中考跟第二次期中考 還有期末考跟平常的成績 那麼兩次期中考各佔20% 所以他的比例呢 第一次期中考那麼佔20% 第二次期中考佔20% 那麼期末考是佔30% 那麼平常他的佔比是多少呢 那麼全部是100% 那減掉了第一次期中考佔20% 減掉了第二次期中考佔20% 再減掉了期末考佔30% 所以計算結果呢我們得到平常的成績呢 是佔30% 那麼一樣呢我們把它填在表格裡頭 這裡呢是佔30% 我們來看來成績 第一次期中考的成績 那題目給我們呢是76分 第二次期中考的成績呢給我們是81分 期末考的成績呢 題目給我們是78分 那麼題目說呢 那學期的平常成績 老師呢應該要給他多少分 他才能達到80分以上 假設他給呢是給S分 所以呢我們就來計算他的學期成績 那麼學期成績呢這裡是第一次期中考76分 那麼乘上呢20% 再加上呢第二次期中考81分 再乘上呢他的20% 加上呢期末考成績78分 再乘上呢30% 再乘上呢平常的成績 老師呢給他是S分 所以呢再乘上30% 那麼題目說呢要達到80分以上 那麼也就是說呢學期成績要大於等於呢80 所以呢接著我們來計算 那麼76乘上呢20% 這裡呢我們計算得到是15.2分 再加上呢81乘上20% 我們計算結果呢得到是16.2分 那麼再加上呢78乘上呢30% 我們計算結果呢得到是23.4分 再加上呢s乘上來30% 我們計算結果呢得到是0.3s 所以呢會大於等於80 那麼因此我們就得到呢是0.3s 那就會大於等於呢80去減掉這三個成績 那麼計算求得呢一減以後得到呢是25.2 所以我们就求得S 那也就说除以0.3 所以S就会大于等于84 那么因此题目说 那老师应该给他平常成绩多少分 那么使得他的学习成绩才会达到80分以上 我们假设是S分 计算结果那么S最少就要得到是84分以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